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不能带着这张松垮垮的脸去见人啊 水哥决定好好改造一下自己 他冲了个澡 为自己退掉了脚皮 随后挑选了合适的衣服 开始正式改造 首先打上了厚厚的粉 然后涂上遮瑕 再给自己的牙齿上涂上眼老 这波操作也是够拼的 然而他看着可爱的娃娃又有了主意 他直接把娃娃的眼睛扣掉 安在了自己的眼睛上 嗯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这松石的皮肤有点麻烦 他咬了咬牙 拿出别针 将自己的皮肤都别在了后颈上 戴上假发 顺便给胡子染了个色 最后用电机矫正了驼背 不得不说 水哥真是拼了 就这样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出现了 他充满自信的走了出去 果然 女孩对他一见钟情 两人顺利的展开了甜蜜的约会 他们却吃了甜品 去海边漫步 却看了不偶戏 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但是越顺利 水哥越是不安 他担心不知道在哪一秒自己就会穿帮 而随着感情的越发稳定 水哥带着女孩去兜风 两人享受着只属于彼此的时光 一切看起来那么的美好 然而 汽车突然的颠簸 让水哥慌了神 他感觉自己脖子上的鼻子真松动了 他怕陷出原形毁了这么美好的约会 而此时 女孩不慎息间的一个花瓣 一个喷嚏下去 一张连扁并锯直接吹到车上 水哥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个漂亮的老奶奶 然而 汽车再次颠簸 水哥脖子上的别针也随之掉落 她也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原来 大家本无差别 两人相识一笑 决定开始一场浪漫的黄昏脸 当一颗渴望爱的心 开始无法自控地跳动 无关年龄 无关性别 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那个人 我想 那就是爱了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助言有数》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